奥特曼现如今已经经历了昭和平成新世代三个时期 为了捍卫地球 怪兽也是打了一轮又一轮 虽说每个时代都有好几个奥特曼参与 但他们的领军人物却冲上只有一位 而这一位甚至连自己的TV剧都没有 但他却是最有面积的那个带头大哥 今天将我们来看一下各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吧 No.1 昭和时期 左飞奥特曼 说到昭和时期最会支援的奥特曼 那绝对非我们的左飞大哥莫说 即便神父无敌的名号 即便依旧屡战礼拜 即便被称为黑暗界的大佬 我们的左飞还是自自不倦的 为了自己的兄弟出生入死 那绵奥特兄弟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左飞都会出现在他的身旁 成为他的叔叔 成为他的肉盾 在无数次倒下之后 左飞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雄 将奥特兄弟们送上了身坛 No.2 平成时期 带你奥特曼 平成时期由于时间线的不同 奥特曼的联系也是越来越薄弱 平成时期的奥特曼 基本都是以单兵作战为主 连召唤小伙伴的时间都非常少 不过我们的戴拿 却依靠自己穿梭平行时空的神器能力 在各个奥特曼的剧场版中客串 帮助各路奥特曼战身怪兽 其实这个角色本来英归于邸家的 只是因为大鼓实在太难请 所以后面的人均铁就再也没有出现 邸家也就没落了下去 No.3 新生代时期 賽罗阿托曼 赛罗参称新生代的老谋 其本上每一个新生代的阿托曼 都受到赛罗的教导 师傅雷欧的思想很好的传承了下去 特别是教育自己的小弟杰德 那可是以整部契维局都得尽心尽力 最后为了卸下贝利亚的外挂 老命都不要了 不过新生代都是一群懂得报恩的优秀奥特曼 在银河格斗中 决装自主力量都借给了散落 让他生活为黄金无限形态 好好的修了一把 好了 一分之本期谈恋恋我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